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新亚书院65周年远庆学术讲座 及第28届前宾寺先生学术文化讲座第二讲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 台湾中山大学外国语文学系荣誉退休教授 及前文学院院长游光中教授 作为今天的演讲嘉宾 此外我们也非常欢迎香港中文大学翻译学学系的 荣誉讲座教授金圣华教授 作为今天的讲座的主持 今天的题目是中西田园市的比较 现在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教授 有请 于光中教授 黄院长 杨院长 杨院长 各位嘉宾 大家晚上还是说大家晚上好还是青年好 因为今天还是这个我们那个阳年的年初十一 我们这个讲座呢 刚才您说过了 是为了新亚书院庆祝六十五周年 怨庆的一个学术的讲座 而这个讲座特别有意思 就是第二十八届 前宾寺先生学术文化讲座的第二讲 我们非常地荣幸 请到于光中教授立林 为我们主讲 于教授呢 可以说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我相信他是不需要多介绍的 尤其在座的很多位 我相信都是对文学 非常有研究的学者或者是同学 只是呢 我跟于先生呢 因为相识多年 而且曾经也当过我们同系的同事 跟于先生对他的欣赏 跟敬仰 已经超过了六十周年了 那么从他的远距离 中距离 近距离 都有不同的接触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感觉可能有深一层吧 其实于光中先生呢 大家知道跟香港是非常有渊源的 1974年 他曾经应香港中文大学的邀请 出任中国语言局文学系的教授 在香港一直到1985年 一待11年 才回去台湾 到了台湾 回了台湾以后呢 就担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的院长 而且在该校 一直执教到今天 可以告诉各位的 于先生 前几天来香港的时候 他早上还教了三个钟头的课 才去赶飞机的 那么 我相信 不知道是不是冥冥之中 于先生 就是跟那个钟特别有渊源 有关系 他的名字叫做于光钟 所以呢 不论是在香港中文大学 还是台湾中山大学 谁要他待的这个学校呢 一定可以令这个学校发光发热的 而且呢 于教授 他的名字是光钟 他也使中国的文坛闪耀发光 使中华的文化闪耀发光 于光钟 中文大学非常的荣幸 于教授 回了台湾以后呢 还多次出任我们的访问学人 而且一连五次出任中大创办的 新纪元 全球华人青年文学奖的终审评判 2003年 中大特班授荣誉文学博士贤 以表扬他在文学上的非凡成就 于光钟教授不愧是 诗文双绝的大家 在中国乃至于世界文坛 都享有盛誉 他曾经在两岸三地 获得非常多的多种的奖项 而最近的这一项呢 就是2014年底 获得台湾行政院的文化大奖 的确是实至名归的 于教授 是真正的学贯中西 著作等生 他是不释出的大财 相信大家都知道 他那个筷智人口的怀香 怀香那一组的曲 他当年说 他酝酿了很久 但是写那组曲的时候 仅仅用了20分钟 于教授曾经自卫 他是以乐为诗 以诗为文 以文为批评 以创作为翻译 他的创作的生命 写作的生命的四度空间 就是诗 散文 批评跟翻译 虽然读的是英语系 但是诗人的生命 他的文学生命 可是从诗经 楚词 唐诗 诵词 缘曲 红楼梦 一脉相承的 他的成就呢 如今已经出版的作品 难以计数 到现在为止 出版过19本的诗集 14本文集 而最近10年呢 又出版过诗集 《偶神》评论集 《举杯向天空》 翻译集 《祭词的名著艺术》等等 并且即将出版的 还有新的诗集 《太阳点名》 以及文集 《粉丝与知音》 在我们文学史上的地位 我觉得用梁石秋先生的话 就可以看过一切 梁石秋曾经说过 于教授 右手写诗 左手为文 成就之高 一诗无两 今天 这个新春一诗 于光东教授的 将会跟我们主讲 中西田园诗的比较 这是一场真正的 新春文化饗宴 让我们在一块儿 好好的欣赏 跟共享 谢谢 谢谢刚才金教授的介绍 我觉得好像他是在讲另外一个人 因为我没有那么伟大 那么不过今天呢 我跟他是很熟的朋友 只要看我们两个人的名字 鱼跟金叠在一起 还是金 还是被他同化了 那么中下面是华 他说我在中国如何如何 他在中华也是一样的 我们两个名字是非常非常有缘 我今天这个应邀来到这个前目 前宾师先生这个学士讲座 觉得是一个光荣 我选这个题目 中西田园诗的比较 田园诗是很常见的一种诗 那么我待会讲下去呢 会讲得比较简单 因为这个田园诗的范围很大 可是呢我还跨行 跨到这个田园的画 田园的绘画 因为西方的田园的画 跟中国田园的画 我们叫做山水画 有很大的不同 那么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投影 我就按照这个投影的次序讲下来 一讲到这个我们中国的田园诗啊 很自然就会想到这个陶渊明 陶前 那么也会想到这个谢灵运 谢灵运大家公认是一个山水师的祖师 也是一个邮寄的一个仙区 那这两个人呢只差二十岁 几乎是同时 去世的时间呢 也只差四年而已 可以说是完全同代 不过陶前是一个真正的影视 真正在田园里面 他当然做过小官 可是不愿意见到这个独油啊 他就说不能为五斗米折腰 所以就挂官而去 那么当然他的祖先是这个 靖的这个名称 所以这个陶前呢是在靖 被刘玉所串了之后 靖宋之间 他的影剧呢 跟他的认同靖的传统也有关系 谢灵运就不同了 谢灵运做过高官 他是三千代的一个贵族 他这个不但做高官 他富贵宗人 他而且台大气粗 他去欣赏田园 他去欣赏山水的时候 他的侍从啊 有几百人之多 蒙圣故就一大队 那么需要的时候 大家为他造桥 为他发墓开灵 他的这个排场很大 两个人都 所以这个两个人的这个 这个 过性风格是颇为不易 不过呢 这个 自从这个工业革命以来 那么中国呢 或者说从鸦片战争以来 才进入这个真正的 科学的 这个 科技的一个时代 在以前呢 无论你怎么样写 写来写去 那个背景大致都还是田园的 所以照这种了解的话 田园就非常的广阔了 比如说 比如说诗经吧 下面 诗经的小雅 何朝不黄 我只选一小段 非四非虎 朔碑旷阳 爱我征服 朝夕不暇 就是说我们这些当兵的 又不是犀牛 又不是老虎 我们在这个旷野 一天到晚 绷走 我们这些征服 还是当兵的 我们从那到晚 都不得休息 那这个其实也是一种田园 田园也可以放大一点 变成江湖 变成山水 变成这个旷野 这是一个例子 然后呢 还是诗经 尖家呢 是秦峰里面的 兼家苍苍白鹿为双 所谓依人 在水一方 说回从之 道主且长 说又从之 晚在水中央 这个所谓依人 当然可以指爱情方面的 也可以指心目中的 一个理想的人 不过呢 这个是一个 在一个 也是在一个 一个 一个 田园背景 不过这个田园呢 是 是有水 在水一方 那么这 诗经这种场合 也相当之多 我不 多举例 而且也不把全诗 举出来了 没有时间 然后我们就想到 曲原 他是公元 公元前四世纪的 我们中国第一 第一位大师 李梢 他是 路慢慢吸 休远 西 乌将上下而求索 淫于马 于贤吃 西 总于配 于服 桑 这若木 以服日 西 辽逍遥 以襄阳 前望疏 使 先驱西 后飞连 以崩 所 他虽然是一种想象的神话的一个长征 可是里面也是一种放大了的一个田园 放大了田园 而且又是去园这样子 不得自于当代 不得自于君王 所以他要上下求索 就变成几乎就是游先师的一个先驱了 里面譬如旺书是悦之欲者 非脸是风神 然后什么扶桑 贤词都是神话 传说里面的一个背景 那么除了黎沙之外 厨师里面还有九哥 九哥里面不是像那个乡君 乡夫人 云忠君那么有名 可是三鬼呢 我觉得也很有兴趣 这个三鬼啊 他是一个巫者济世 他说 若有人是三子欲 披离是带女罗 既寒帝是又余孝 子暮于是善窑条 趁赤暴是从文里 心仪车是即贵起 披十难是带渡行 这方心是已所思 那这个三鬼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查一些参考的书啊 这个三鬼会 会 的了解啊 会天然地北 我查了那个下面的这个 戒指缘的画谱 你看左边 戒指缘的画谱啊 画的这个三鬼啊 是一个男性的 有胡须的 然后他 他骑着一个这个 这个所谓施暴啊 看起来也 看起来像一只大猫啊 这样 可是呢 后来的就是这个 现代一个大画家徐悲鸿 他画的 我们看这个右边 就是个裸体的少女 骑在一个一个黑豹上面 这个解释完全不同 然后再下来呢 到了这个公元啊 三世纪的时候 这一过就是六百年 六七百年 那么又来了两批人 一批呢 祖邻七贤 这些也可以说是在一个 祖邻嘛 也是在田园 那么最出色的人物 阮祭 仓旷 然后这个祭康 后面当然还有别的人 什么三桃啊 琉林 一大堆 这些人也可以说是田园的 田园的狂事 田园的诗人 田园的哲人 在他们之后的 差不多有这个五十年 在三世纪末四世纪初 就有刘坤跟郭普 还有格宫 还有格宏就是报仆子 这些人是真正标榜他们写的诗 是有限诗 把他这个田园已经放得很大 那么刘坤与郭普都写了 有限诗 我们再看看郭普的有限诗 郭普说 清晰西千余任 终有一道事 云生栋梁间封出窗户里 借问此随和云是鬼谷子 鬼谷子是苏群张仪的老师 然后他说 俏极其隐阳 隐阳是怀水的支流 零和思席尔 昌核西南来西南风 前波幻灵起 零妃故我孝 零妃就是妇妃 很美的女神 他对着我孝 这个非常生动了 灿然起欲此 孝成这样子 那么前修时不存 要指将随时 这古代一个显成叫前修 我找不到这样子的人来做 来介绍 那我应该求谁来 来接近这个灵飞 我终究的这个文言跟白话 其实讲了一回事 可是我们如果说 灵飞故我孝 奄然露白牙 就不好了 其余时差一点美感距离 还是非常好的 这个尤仙诗 这种尤仙诗呢 又隔了好久 到了圣堂的时候 李白 李白他当然这个 受到岳父的影响 他也受到这些游仙诗 也有屈原的这一股影响力 李白 我们为什么那么喜欢李白 我们一念李白呢 至少我一念李白就王岐所以 因为他是追求自由的 我们念过李白之后 觉得我们很自由 好像什么都能做 什么叫做自由 我的了解是 李白追求自由有两方面 第一是时间的自由 长生 成为神仙 第二是空间的自由 远游 游仙 所以李白这种例子最多 我们看几个 这首诗呢 题目很长 经离乱后 天恩留夜郎 亦旧有书怀 正江夏 伟太守良宰 江夏就是现在的武昌那边 他一开头就把自己写成一个 一个生儿为宰 天上白玉金 十二楼五成 仙人扶我顶 皆法奏长生 然后在同一首诗里面 他又说 普厄相如顶 参峡树摇权 参峡跟树这个仙权 他门开那是九江转 九江有很多说法 一个说法就是 这些江流啊 都流入这个棚里 就是流入这个颇阳湖 整下是五湖流 连 五湖在中国有很多解释 反正那一代啊 摇杰云梦哲 那个湖泊 多得不得了 然后他另外一首诗 灯太白风 太白应该是在陕西的 秦岭 秦岭的祖风叫做太白 何况李白 那就叫李太白 他是西藏太白风 这个太白到底是太白风 太白精心 为我开天观 愿趁临风去 凌然御风 知出佛云间 举手可敬月 前行若无山 这就是李白 李白常讲这种风话 什么不敢高声语 恐惊天上 他这种句子多得不得了 然后短过行 当然短过行很多人写过 曹操也写过 都是讲岁月很短 白日何短短 百年苦亦满 苍穹浩茫茫 万劫太极长 麻姑垂两病 麻姑中国的仙女 不过不像希腊神话的仙女 是美女 麻姑的手像枣子一样的 她会撒米成猪等等 一般以成猪 天公见玉女 大笑一千长 这是什么意思呢 据说天公跟玉女 要比赛投壶 用剑投壶 每次投要一千两百次 如果是没有投进去 就大笑一千长 吴玉兰六龙 回车挂扶桑 绿龙拉着这个车 扶桑就是扶桑的这个有横的树 在日本那边东方 北斗做美酒 劝龙过一桑 富贵非手愿 为人助颓光 在礼拜的诗中 时间都是很紧迫 他又游浙江的天老山 他说 泥为衣西风为马 云之君兮分风而来下 虎骨色兮软回居 仙之仁兮列如马 礼拜写这些都已经像离烧里面的句子了 那么到了中堂的时候 又出现了礼后 礼后当然二十五岁就去世了 他的想象力非常的神奇 他梦天 梦天就是他梦见他到了月球上去了 在当时觉得是很可笑的 妄想 现在这个Armstrang登陆月球已经那么久了 所以我们现在人写诗 未必不能跟礼拜比 因为礼拜的经验比我们少得多 礼拜举头望明月 低头是故乡 我写Armstrang登陆月球 我就想怎么样呢 举头望顾乡 低头不明月 礼拜没有这个经验 所以他跟我没得比 所以礼后就说 老兔寒蝉 七千色 云楼半开 碧邪白 邪不 玉伦 扎路是团光 鸾佩相逢 桂香末 这更神奇 这后面四句 黄城清水山下 更变千年如走马 像马姑看的沧海昌天一样 遥望齐洲九点烟 九州嘛 就是中国 一红海水 碑中泻 时间的转移 把它空间化了 非常神奇 九点烟嘛 就是九州嘛 再下来 这种写大自然 写田园诗 到了宋朝的时候 这种尤仙师的这一股 就比较淡下去了 那么我想跟大家一同来欣赏 这个王安石啦 苏东坡啦 在北宋 然后南宋的路由 范城大阳万里 新奇迹 我们来欣赏一下他们的句子 他们的句子令我想到 人跟天的关系 人跟造化的关系 不但和谐 还有一点很特别 我读西方的宗教的诗 英美的 或者是欧洲其他文化的 对上帝祷告 或者赞美上帝 造化之美是上帝子宫 歌颂上帝 或者问上帝几个问题 上帝并不回答 他从来不回答的 当然了 诗里面有 英文诗里面有一句 God moves in a mysterious way 不过他很少跟人对话 可是我们就会 待会儿可以看到 王安石的句子 一水户田将绿绕 两山排大送清来 这个田呢 有西水流过 那个山呢 两座山好像要来看我们一样 把门一推开 所以一水户田将路绕 两山白打送清来 这是了不起的好句子 就像美国的Imagism 意象派的这个诗人 都看了都会觉得佩服 苏东坡呢 有幽默感 他常常跟天地游戏 他两句是我也非常欣赏 谁整能令 三伏养 风传节雨 越徘徊 他说你一个人 躺在船上 好像整在水上一样 然后呢 这个因为波浪的关系 这个船会这样的颠倒 然后你看 relative 相对而言 三在兜你 三在伏养 兜你这个一个凡人 然后呢 你坐在船上 有风 那么风一吹来 船就左右摇摆 好像月亮 在跟你开玩笑 月就跟你徘徊 多么好啊 你在一个万有 都是可爱 都是你的朋友 都是你的知心 翻成到呢 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他说 水长了 水吞提柳漆 脉到野童间 水长到了柳树的漆盖头 然后这个麦子也长到了 一个小顽童的肩帮这么高了 这个比喻非常有趣 然后他又说 风亦恐无愁路远 殷勤各雨送终生 他大概上山去到什么庙里面去 结果走半天都不到 这个风也多情啊 怕我这个行人啊 觉得这么远还不到 所以他迫不及待 把终生先 虽然下雨 各自以送终生 到我耳朵里来 但我觉得此行不虚 很快就到 翻成到野童说 好山万咒无人见 却被邪阳撵出来 这个山呢 这个有很多皱折 一个坡一个坡 你平常是看不见 可是夕阳西洋西下的时候 又有阴影的关系 马上这个阴阳和昏晓 就看出来了 也很有趣 然后F他说 他说我很想喝酒 月亮比我更急于要喝酒 怎么样呢 老夫科级越更急 老夫科级越更急 酒肉杯中越陷入 酒刚刚到达杯中 月亮导影已经进去了 我还没有开始影 这也是非常有趣 所以我觉得中国古人 中国以前的诗人 是活在一个万物皆有情 这个天人真正合一 这个在西方的诗里面很少见到 李白刚当然不会缺席 他怎么说呢 他在一个长江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喝酒 喝到后来他醉了 醉了之后他就向天来 Toast to heaven 那天也是很多情的 天怎么样回应他呢 落日照到他这边来 落日也好像喝醉酒了 两个人可以互相喝酒 所以举杯向天 天呢回日昔照 我觉得这个都是比西方更有趣的一些例子 我们再看这个西方的田园诗 那我们一想到西方的田园诗呢 读英文文学的人 很容易会想到什么 William Wordsworth 可是呢当然西方田园的古典诗 远远流长 远从什么呢 远从Hesiod 公元前八世纪 还有Theocritus 公元前三世纪 很久了 比这个Wordsworth 十九世纪 要早了时一千一百年 那么这两个人 的田园诗 后来他们的影响力 影响到公元前一世纪 的罗马大师 Vergio 他在拉丁诗里面 就等于霍玛 在希腊诗里一样 那么Vergio就发展出两种诗了 一种叫做Bucolic 一种叫Georgics 根据他们的内容呢 我暂且把它们翻出 Bucolic就是 木歌唱后 木童唱 唱歌牧羊女听 牧羊女来和他 所以我把它翻译成 木歌唱后 那Georgics呢 我把它翻译成 诗则倒羹 诗人跟哲学家 有诗意 有哲理 来教农夫 怎么样耕田 来做一个 有意义的农夫 其实呢 这些田园诗里面 人间的烟火 还是蛮多的 比如说这个Bucolic 就常会提到了 提到了Anthony 罗马的统治者 Anthony曾经没收过 Vergio的田产 后来才追回来 那么又提到了 凯撒遇刺 Julius Caesar 他去元老院 被大家刺杀 然后这个Georgics也写到 这个凯撒一遇刺 这个罗马就会分裂 就会发生内战 就要靠乌大维 Octavius 来稳定时局 像这些呢 政治大量的进入田园诗 所以田园诗一路写下来 那么到了英国跟美国都还有 那我举出两个非常 这个有名的正反 这就是赞成田园诗的 还有一个呢 不相信田园诗的 两个人 这两个人都是 莎士比亚 同时代的人 Water Rowley 当然比较早一点 那么正面的呢 是Christopher Marlow 他跟莎士比亚同年生 当然比较死得早 他29岁就死了 也有人怀疑 Marlow闯了一个大祸之后 就化名为莎士比亚 这个大概不可能 那么这个Marlow呢 他写 The passionate shepherd to his love 多情的牧人 正所欢 正他的his love 他的情人 他怎么说呢 他说 如果你肯来跟我同住 我们就可以共享田园的夫妻 我会为你把这个 这个奇花窑草 编成了你的腰带 编成了你的这个 这个官 变成了你的裙子 等等等等 只要你可能跟我 住在一起 Come live with me and be my love And we will all the pleasures prove 享尽田园的风光 那么当时的一个大臣 叫做Water Rowley 他就是这个奉派啊 去探讨新大陆 把那个烟草 印第安人的烟草 介绍到欧洲来的 他就来一个搭 这个回答叫做 仙女搭木头 他说对啊 你讲得倒是很好 不过呢 春天去了 夏天去了 冬天会来 你说我们坐在石头上 听夜音唱歌 那个时候石头就太冷了 会冰屁股 而且这个爱情也不可靠 会如何如何 在愚蠢之中开始的 或者懊悔之中结束 等等 所以这两个人都相对 也非常有名 我就不举别的例子了 这个西方的田园诗啊 后来发展成为 成了一种sub-genre 就是刺文类 刺尸体 叫做什么呢 叫做Pastoral Elegy Elegy是调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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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翻译成田园碗歌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 Pastoral 田园风光的形容词 它的名词本来是Pastor Pastor是什么意思 Pastor本来就是一个 本来就是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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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又是木桶 可是呢 在圣经里面 有屡次说 主呢 是一个Pastor 我呢 是 他放的羊 我跟随他 我就不会有 不会恐惧 所以这个Pastor 他有重叠的意向在里面 一方面是 木桶 一方面呢 是牧师 所以呢 这个叫做Pastoral Elegy 田园碗歌 那么有几个有名的 17世纪米尔顿写的 Lycidas 然后18世纪初 雪莱写 追调祭祠 妖王的 叫做Adonais 然后19世纪中叶 Matthew Arnold 阿诺德 所写的 Thesis 调王他的一个朋友 这些呢 都是很有名的 而不能细说 我要说的是 D 这个 子丁香花 When lilacs last In the door yard bloom 当去年春天 子丁香在院子里开花 慧德曼 说写的 他这首诗啊 我个人觉得是 美国最好的首诗 当然他这个场合呢 是因为林肯 总统遇刺 那么所以他的 林肩 要从美国东岸 一路 运送到他的故乡 就是Illinois 所以这一个 这一个长征 这个送伤的行列 这个每到一处啊 万民出来相送 很壮观 非常合乎 希腊 田园网钩的 那种所谓convention 那种 那种 那种传统 所以他是这样的 所以他就说 这个每年呢 就是到了这个春天 子丁香开花 在我的院子里 我就想到三样东西 因为一颗黄昏星 在西边落下来 然后一只花梅鸟 在迟早的牲畜 在那里悲哀的悲歌 然后呢 当然还紫丁香 开满这个院子 紫丁香花的叶子 是像星一样 heart shaped 有一个尖尖 这首诗呢 也不是很长 不过有两百多行 比起一般的诗呢 当然长了好几倍 然后因为他所写的呢 所谓是free verse 自由诗 不过虽然自由诗呢 并不是很潦草 并不是这个 非常粗帅 而是写的 节奏很好荡 因为这是一个 有点史诗 又国伤嘛 因为他写到后来 把整个美国南北战争的 这个为国牺牲的将士 都写进去了 所以是非常的悲壮的一首诗 那这是田园的晚 田园的晚国的 这个死于希腊 他的这个传统是怎么样呢 大概是写来追调一个 一个好朋友最近去世 刚刚去世 这位好朋友呢 也可能是一个 同伴的诗人 像这个杜甫调李白这样子 可是在这个诗里面 不说明 我的朋友怎么样 我觉得悲哀 而是说一个木桶死掉了 其他的木桶就来追调他 是这样的 所以这种诗一开始呢 就是说 文艺女神啊 Muse啊 请你保佑我 写出一首好诗来 这个所谓invocation to the muse 向Muse 请他赐我灵感 然后呢 就说这个木桶死了 死的时候 为什么你们众神不来救他 像那个米尔顿这位 利西达斯 就是他在建桥大学的 一个同学 他是从英国坐船到爱尔兰去 这个海难 他就淹死在爱尔兰海里面 所以说这个悲剧发生的时候 你们这些众神到哪里去了 怎么没有救他 就来怪众神 然后呢 一批一批人就来寄掉 有其他的木桶 或者牧羊女等等等等 像这个雪莱调这个祭祠的时候 雪莱自己也来调 也有一段说是拜伦也来调 诸如此类 然后呢 据说是祭祠死啊 是被苏格兰的苏平家骂死的 所以他是私不堪啊 低级趣味啊等等骂他 所以呢 也在追调的场合 写出这些苏格兰的 这个评论家也出现 把他们臭马一等 做了此类 最后呢 这个语调一转 就是啊 肉体虽然腐朽了 可是精神应该长存 所以把这个 把这个immortality拿来 拿来压倒这个 这个mortality 所以我这位朋友了不起啊 他必定能够传后等等 然后呢 就来了一些人送花 花草 有各种各样的这种 精神价值的这个象征的 就来堆在他的那个 领袖子上 诸如此类 那么这个惠德曼呢 很活用 把这种convention 拿来在他的这首 这个田园玩弓里面 用来 追掉这个林肯 不过说到这个地方呢 我就要 我就要打一个岔 这次打一个大岔 跨航的来做一个比较 这个欧洲的比较文学呢 是用文学比文学 美国的比较宽 就文学会跟 绘画音乐 拿来互相比较 那我这样 下面要做的呢 就是以画来证诗 怎么说呢 田园诗之外 画家还会画田园的画 那么这样真正比起来 西方的田园诗 比中国的前缘的画 比我们晚了一千年 我们看下面的一个例子 这个可惜不是很清楚 因为这幅画本身都真为都有问题 一般艺术史家 把公元六世纪 唐以前的 一位画家 展指迁 游春图 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仔细看 会看到这个画面 里面有白色的人的figure 人的影子 有十个人 有十个人之多 是在一个湖边 其实这幅画 这个山水的成分 已经盖过人间的活动 我们不太看清楚人间在干什么 就像我们看那个后来 看这个什么 这个巨染 这个金浩 关筒 这一般人所画的画 西山行李图 哇 那个山岳 高雄伟都不得了 在底下像蚂蚁一样 有关山行李图 西山行李 一些路人经过 那已经是 整个造画的这个元气 就弥漫在画面 已经人间是 不能说这是人物画 只能说这是风景画 山水画 可是我们东西 对这件事情 这种画的称呼就不一样 中国叫做山水画 西方叫做什么 landerscape 它并没有水 西方的风景画 landerscape里面 风景画 也没有多少山 也没有像我们这个 中国画里面 一山高过一山 而且这个山头 好像也得俯视我们这样子 有双焦点的 至于水呢 除非你画海边 西方海洋文学很发达 画海 画那个beach 画那个seascape 海景图 那是有的 有一条水平线 据说西洋的话 文艺复兴以来 总是忘不掉 有一条地平线 不然有一条水平线 我们的话里面 没有地平线 水平线也很难说 因为瀑布下来之后 几个转弯之后 留到一个小溪里面去 只望见一脚的鱼翁 在那里干什么 我们没有这种 这种透视的perspective 何况我们中国的哲学 是这个 仁者要三 智者要谁 那么这个 仁者敬而智者动 仁者 如何如何 所以我们中国有 要三 要水的这个儒家 甚至于有道家的哲学 人发地 地发天 那怎么样 天发自然 等等 无论是儒家 跟道家 都是对于大自然 对于造化 是敬畏之心 清净之心 但是到了后来 到了元朝 董琪昌 他本身是个大画家 也是一个画评家 他首先来把画 他说画呢 这个山水画 就像禅宗一样 分南北两派 北派是李思逊父子了 金碧山水了 或者像这个明皇信属徒 所画的 南派是王威奇 就是水墨烟云 烟云苍茫 刘宗元的千山鸟飞绝 万惊人终灭 孤州索利翁读掉 寒江写 王威来画是最好的 所以他这么一分之后 南北两宗一分 一分之后到了这个 当然早在北宋的时候 什么王安石 欧阳修 苏东坡都是挺这种 王位这一派 而对北宗并不认为 甚至认为北宗是 画降又降气 像这个苏东坡 他就说 吴道子的画 有点降气 道士这个王位的话 简直就是 甚至画这个 画这个山水的精神 甚至于到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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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云林 倪战 他又说 我是不过写 胸中之义气 他并不要画 画形式的 所以他就画什么 六君子 六棵树 代表 代表六个君子 就是 这个强调的东西不同 所以南宋以后呢 这个水墨画 慢慢地就变成文人画 一直到现在 我们都还文人画 张大千都文人画 那这个 因此呢 我有个看法 西洋的绘画 最早是人物画 画像 画圣经故事 画希腊 罗马的 神话的故事 这里面都有 对人 的活动在里面 然后呢 这个 为宗教画完了 为帝王画画 为这个 富有的人画画 比如那个 这个 莫娜丽莎 应该是为一个 一个富商画 诸如此类 一直到了 十九世纪的 初 都还有 这一般 巴比宋派 画这个 农夫啊 在这个 完岛啊 十岁啊 这些 那还是 人间的事情 真正大的 十九世纪 中叶 印象派出来了 就不管这些了 你说我不画历史 不画神话 不画圣经 不画这个 不画那个 所以我 我的餐 我把我的画 送到这个 这个 这个画展去 政府般的 这个画展去 总是被退回来 因为你这个 没有这些背景 我首先 我画我巴黎的 周产阶级 画普通人 所以呢 印象派的话是 从这个人像 到风景 而这个 这个风景啊 里面的人士的活动 像摩内啦 像这个 像这个 披萨后啦 像后来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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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骨也是这样 甚至于 Gauguin Paul Gauguin 他根本就把文明 整个丢掉了 他跑到南太平 去一个头女 然后就画台语 把欧洲文化 都丢掉了 所以 欧洲呢 是 是 是这个 从这个神话 走向 走向 普通的社会人士 社会现象 而我们中国话呢 还是一路 文人画 还是 还是画一个 不是烟火 下面我会讲的更多 展指签的 我们看过了 再看后面 你看这个 这两幅 这两幅 就是 泛宽的 左边是泛宽的 西山行李图 你看 三分之二 就是这座高山 高山的脚下 还有一些 Foothill 这个小 矮的 矮的 山 这个前面 有一条路 不细看 根本看不见 像蚂蚁一般小 就是 行旅嘛 有一些人在旅行 这个就是我们的 前面画 已经放大成 整个造化的格局了 那么右边这个呢 是叫做 陈诗珍 这个人家庭背景很了不起 他的弟弟就是陈银客 历史大家 然后他的父亲是陈三丽 大师人 他的祖父是湖南巡抚 这是家庭很鲜河 他自己的话呢 不管他怎么样 你看 他所画的只占了 这个四分之一不大 上面就叫 提 提诗 提词 所以 我们古人里面 诗人不见得会画画 我王伟大师例外 画家总会要写点诗 写出来的诗 这个书法不好 也很难够 然后还有 改印 又是 又是很 很 很围观的这个精实 一种雕塑 所以我们是 适合一的一种艺术品 你这个梵果画好画 他那个画比年都不得了 他要拼一个他的名字 Vincent都很困难了 你叫他这么提手 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看这个提了好多 而且不但提完了诗 如果这个画是这个横 横的卷 手卷 放开了之后 后面还夹纸张 然后这个历代的收藏家又有意见 然后皇帝又来披挤 简直是一个 其实极取一个创作一样 这个跟西方是很不一样 很有趣 我觉得 在下面 这下面是我选来的 也是文人画的 石头的游华阳山是左边的 后面的山 前面的松 可能还有红叶的树 可能是枫树 这个石头前后都是 这个山写意的乘风源多于写实 春法是就像我们中国的一种 一种texture formation 一种资料的一种画法 就像赛尚所发明的 cubism 立体主义一样 那上面又有提示 右边也是这样 这个就是 就是省州的卢山高 也是山 你看两边都是有瀑布 我看西方的这个 所谓landscape 很少看到瀑布 不像在座里哪个看的 他们画瀑布 几乎很少 像黄金碧不画 不画瀑布就无以为画 都等张大千也都得很 所以这个中国 这个智者要谁 你看这个庐山高 从那个山 山腰很高处一路下来 一路下来到后来变成个小溪 所以我们很多 很多学者 很多文人到现在 家里面常常会画这么一幅画 不管这时代变了多少 可是大家对于这么一幅画 是一种 就等于看一首游显诗一样的 那种感觉 再看一下 那我再把西方的拿来比较 这个是十六世纪的 霍兰一位大画家 在中国比较少人注意他 他们一家有父子三个人 老爸叫做Peter Brookho the Elder 做父亲的 后面的两个孩子 他画四季 画四季当然是田园的 田园风光 他这幅叫做Hunters in Winter 左下角几个人在那边 打猎归来 后面跟着猎犬 然后这个雪下下 雪坡很陡 下去就是平原 平原上面有很多人在那边 溜冰 然后在远处 还是下雪 还有人家到了天边就有山起来了 这个是他画的一套春夏秋冬 一共有六章 这是其中一章 我认为这幅画太美了 非常之美 虽然是画冬天 那这个是猎人在这 猎人 那么这边是平原 远处是山 还有一只鸟飞过来 然后呢他又画夏天 再看一下 这个不是 没有关系 再下一档 夏天 这是六月间在收割满田的麦子 一些收割者农夫 在吃午饭午休 所以我以前买过一张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 第六交响曲 那个风套上面就是用皮特·布朗库的画 可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布朗库是谁 后来发现就是他 我觉得非常高兴 那他在这里面没有山 也没有水 就是陆地 再回去那一张 这一张也很有趣的 这是希腊神话里面的一个故事 就是希腊有一个岛 叫克里特岛 蛮大一个岛 那么他的国王 叫做Midas 他把一只神牛困在这个岛上 困在一个迷宫里面 那么他又叫 故来一个 一个鲁班一般一样的一个Master Carpenter 叫他把这个神牛困在里面 做一个迷宫 那么这个爸爸有个儿子 爸爸叫做Dedalus 儿子叫做Icarus 父子两个 做好了之后 知道这个国王不会放他们 他们自己飞出去 怎么飞法呢 做了两对翅膀 父子各一对 把翅膀用蜡 黏在自己肩膀上 白日升天就飞上去了 这个儿子呢 那Icarus是个理想主义者 他一看见太阳高兴得不得了 往太阳直接飞过去 当然那就化了 那一化了 他就掉下来 掉下来之后 掉在哪里 掉在一个海里 这个海后来以他为命名 以他命名 他叫做Icarus 这个海叫做Icarus 它掉下来 掉在哪里呢 掉下来之后 掉在这儿 这个腿掉在这里 他从天而降掉下 掉在这里 而这个时候各行各业的人 根本不理他 那这个农夫用马在耕田 一某一某 然后这个木桶 是看到天上有点奇怪的事情 后来他又去看他的羊群去了 还有一个人在这儿垂钓 一个Angler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一个烈士成人的时候 其他各行各业是 不认为这是化时代的大事 你成你的人 我跟我的田 我钓我的鱼 所以后来英国诗人 奥顿写过一首诗 就是写这件事情 就是Mutterdom 不会惊动这个世界 是后来大家回顾历史 才觉得这是一个化时代的大事情 这个非常富有真理 那么甚至连一条船 经过也 一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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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看看没有什么 因为朝前 航向远方 这也是 老不如过的一幅画 我拿来印证一下 所以叫做 伊喀瑞是最海图 好 后面 这个我就用凡骨了 凡骨的话 我翻译过凡骨传 所以对凡骨有偏爱 凡骨是一个了不起的画家 不过他是这样子 他的家庭背景 就决定了他将来干什么 他的爸爸是做牧师的 就是一个pastor 做牧师的 希望凡骨将来 也传道做一个牧师 那么他的一些 一些素素波波们 在伦敦 巴黎 很多欧洲大都市开化店 这就是他的背景 所以他后来想去做牧师 结果再派他到矿区去 矿区就爆炸 那使了很多矿工 他就到矿工家去慰问他们 帮他们去救人 帮他们祷告等等 那结果布鲁斯尔那个教会 这个派人来调查 一看见凡骨 蓬头狗面 就说你这样子不行 你这样子丢我们教会的人 反而把他开除了 这一开除他就此生不能传道了 他就忽然有一天就拿去探别 来画这些矿工 所以他的画里面充满了宗教的热忱 我们看他画的向日葵 星光叶 黄雾 什么什么什么这些 都有一种灵气 都有一种宗教的热忱在里面 那么他的画呢 是在他死后才成名 这个故事讲得太长 我不讲下去 所以我常讲 他在生前卖掉一幅画 只有一个评论家 用很小的篇幅肯定他 是非常寂寞的 所以我常讲一句话 我是这个凡骨的画 生前没有人看得起 死后没有人买得起 可是他这幅画呢 倒跟他后期在阿勒说话的话不一样 因为他后期的话 因为他内心波动 无论画路 画小溪 无论画田 无论画麦子 都是短而短的曲线 好像波浪 好像麦浪 好像什么样的 可是这幅画呢 真的是田园画了 Lacroix的秋收 你看 什么都是直的 不是Horizontal 就是Vertical 没有那样波动的那种情绪 这个倒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田园画 虽然它是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画的 是在印象派之后的 所谓Post Impressionism的时候画的 也可以做一个印证 这是他 据说是他最后一幅画 最后呢 因为他画画不成功 他又有癫痫症 发作 要进医院 然后他每个月他的弟弟 是一个画商 卖画 留下来的钱寄给他一百五十发廊 不过怕哥哥不好意思 就是说 我是投资 天晓得将来我从你的画里面 会赚多少钱 所以凡过那一百五十发廊 拿来买颜料 颜料的钱花得更多 比吃饭钱花得多 那么到了最后 他心里想 我这神没有希望了 我的癫痫症也好不了 就在七月的麦田里面 举强致敬 所以呢 这是麦田 这是一群老鸭 好像死亡的象征 也有经理分析的评论家 说得很妙 他是你看 这个凡骨常常幻想自己是 基督 所以呢 好像他是钉在十字架上 他往底下一看 这是他的脚 这是两边 两边十字架的延伸等等 这是一种解释了 再往下面 至于讲到另外一回事件 西方的这个田园化 不但如我所讲的 跟中国的很不一样 讲到西方的 我们中国的这个山水化里面的主角是谁呢 陶月明这样的人 是谁呢 一个影士 一个高士 刘备如果不三顾茅庐呢 大概诸葛亮也就做田园师了 那所以呢 这个主角是一个影士 或者有两个影士在下棋 或者在谈天 那么旁边可能有个书筒 有一个仙鹤 诸如此类 或者两个人不讲话 或者一个人不讲话 看着远方的瀑布 那么 然后呢 有座桥 可能有几个人在过桥 一些不相干的路人等等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那个桃花园记 那个渔夫进了桃花园之后 一坐了几天就走了 要西方的话 住下来 他可能碰到一个女村民 就发生一点什么事情 可是西方的这个田园师的主角是什么 是一个木童跟牧羊女之间的调情 或者恋爱 不是很热烈 可是因为有更好的女性等着这些木童 就是所谓 Goddess 女神 或者呢 Nymph 小女神 NY Nymph Nymph 可是除了这些 可爱的Goddesses 跟Nymphs之外 还有一种人 介于人与野兽之间的半人半羊的风 半人半马的一种妖怪 叫做Santo 那么木童呢 叫做Pen Pen 所以英文你这样 这个人慌了 Penic Penic就是你旅客 旅人在野外 碰到的这个木童 就会吓一跳 因为这些木童也很凶悍 是个银童 然后他们的 他们的总后台是什么 就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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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 叫在中间 所以呢 这个西洋的田园史 西洋的 这个田园画里面 就有好几种 比中国田园史要 复杂得多 也更接近人性一点 那所以我的一个 我一个看法就是 中国的田园史 田园艺术是吃素的 西方的田园史是昏的 那后面也就是一些小小的印子 我们再看一下 这里呢 我把这个场景 把这个诠释 拉到二十世纪来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画家 就是皮卡索 西班牙的画家 在巴黎 成为盟主 他这个画 你看他的线条 简直是有把握起来 一线 一条线下来 就是一个 不可 一线不易 的一个轮廓 左边呢 就是半人半马的腰 所圣托 C-E-N-T-A-U-R 卢料一个娄女 这个娄女也在抗拒 也在抗拒 可见的娄女是不愿意的 这幅画 我觉得他的线条 基本功了 基本功 右边呢 是画一个缝 半人半羊的腰 在掀开 掀开帐墓 再看一位娄女 这是皮卡索 所画的 再看他后面 皮卡索 这里有四幅 上面两幅 下面三幅 有画半人半羊 有画半人半马 可是都好像是 蛮善良的 都不是那么邪恶 所以这些东西 全看艺术家 怎么样处理而已 再看后面 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讲的 在下面 再看下面 这个短短的 我折录一首诗的最后一段 这位作者呢 这位作者呢 也是二十世纪的 一位诗人兼画家 他很受 这个Paul Cezanne的影响 他把英文 拿来像图形一样 分解之后 再把它并容 他说春天来了 满地就是水塘 然后呢 小男孩出来 追逐 打弹珠 女孩子出来 跳房子 小孩子的名字是 Bill什么 什么这些 好几个男孩的名字 他们的 他们的 Christian呢 写在一起 好像几个男孩子 挤在一起一样 然后女孩子出来 跳房子 什么 Isabel什么 Lisa 好几个女孩子的 名字写在一起 好像挤在一起 最后呢 说来了一个 卖气球的老头子 他怎么说呢 他说 这是春天 那个三阳角的 卖气球的 吹口哨 whistles far and away 远而渺 原来这个是 原来这是木神 跑来 扎一脚 来扎一脚 再看后面 再往后面 那么最后呢 没关系 最后我就讲到 这个环保的诗来了 作为一个结论 因为 因为田园诗要写得好 田园画要画得好 至少要有田园在那里 如果田园已经荒芜 或者已经是腐败 不能够有生气了 那田园诗 田园画 也无所托于艺术 所以环保很重要 保住我们的田园 因此我们大家都念过的 星期一级的霍兴郎 圣衣武衰一样 唱平生教育林落之今预计 百法空垂三千丈 一笑人间问万事 问何物能令恭喜 我见青山多妩媚 料青山见我硬如是 情与貌略相识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什么呢 天人合一 我看造化 多么美啊 多妩媚 因此我将心比心 造化 见我星期几样 也觉得很妩媚 星期当时是武将的 不是妩媚 可是他此地用妩媚特别好 他的解释 情与貌略相似 他到后半 后半却就讲 回首叫云飞风起 不恨古人无不见 恨古人不见 五狂儿 前面是见而妩媚 后面是不见 前后这个对照 很有趣 所以我自己 三十多年 三十年前 从中文大学 这个退休吧 回到台湾去 去高雄 高雄是个工业大城 污染很严重 所以南部的什么 耿丁国家公园 后来南语公园 玉山国家公园等等 都请我们这些写诗的 去帮摄影家 设的这个美景 来写诗 来提倡环保的意识 这种诗我写了 有大概一百首以上 也成为我晚年的 一种主要的主题 我觉得这个 这个保护我们的地球 可能比爱国 可能更重要 如果没有地球 也没有国家可爱了 所以我希望 画家 跟诗人 都对于田园 都来创作 所以我们要保护环境 就是保护我们这个地球 到了后来 天人 彼此相见 都很妩媚 我的结论就是如此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于光中教授 刚才跟我们做了一个 那么内容丰富的演讲 一层诗 一直到画 而且呢 我刚才说过 这是个真正的文化的饗宴 荤的素的都有了 而且呢 马年刚过 阳年以临 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 马腰跟羊腰 那么 于先生的演讲 让我们真正见识到 什么叫做 学贯中西 博古通经 实在是太精彩了 谢谢于教授 现在呢 我们还有点时间 因为我相信各位来到这个地方 听我们很难得 听到于教授演讲 一定有很多的问题 想要请教他的 那么我们这个 现在大家看后面的时间 大概在八点之前呢 我们还有点时间 可以提出各种的问题 那么在没有讨论之前呢 有一样事情 要替于教授宣布的 大家都知道 现在是我们香港的 流感高峰期了 我们于教授 这个远道而来 是我们重点保护的对象 所以呢 我们今天有三步 于教授说 待会儿完了以后呢 很抱歉 因为特殊的情况 所以呢 他是不握手 不拍照 不签名 好吗 好吧 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 在座的各位 请大家尽量地提出问题 非常宝贵 我们大概还有 二十分钟的时间 于教授你好 金教授你好 于教授 其实我想问一下 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概括一点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一些翻译 中国的田园诗的心得 或者是你觉得最困难的地方 可不可以说一下 请问你有没有这样的 有什么想法在这一方面 请问你有没有一些 就是你在翻译 那个中国的田园诗歌的时候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得 或者是你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 好 谢谢 我没有翻过什么田园诗 我翻的是 从英文翻入中文比较多 中文翻成英文的 当代的现代诗 我翻过一些 我翻过自己的 也翻过我写诗朋友的 不过翻译中国古诗成英文是比较难 这个中间跟那个语言的构造 跟那个文法有很大的关系 你比如翻过去 你比如说这个 翻一样东西 翻树或者鸟 是许多树呢 还是许多鸟 还是一只鸟 还是一棵树 就是文法上的number就发生问题了 然后这件事情 是过去事情 还是现代的事情 也有问题 你虽然把中翻英的话 你要理出很多头绪来 才能够下笔 我常常举个例子 比如说王维 9月9日 一山东兄弟 读在异乡为以客 每逢佳节被试清 姚志兄弟登高处 骗差助于少一人 这里面很少代名词 跟所有歌 如果用英文的文法观念 来讲这件事情 就多了 我独在异乡 做了异客 我每逢佳节 背试 我的亲人 我远远地知道 我的弟兄们 在登高 他们骗差了助于 为都少了我一人 这个凭空的pronoun 什么her there 这些都多重度来 我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 有一句成语叫做 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一般人的繁重 有智者诗经称 我就各不知 这各不知道理 这个where 用一次 there 用两次 这三个字凭什么要出现 后来我长大了之后 才弄清楚 这几个就是虚字了 在英文里面 重要的不知两次 中文里面不理它就完了 就是这样 不过像我讲的游先诗 像那个储词这些 什么Elegies of the South 就是那个 David Hawkes翻的 翻的蛮好的 不过 跟原文当然还是不太一样 很不一样 那个像那个 像那个太太史 这个太史共讲李广 广出列 建草中时 以为虎而设之 纵实莫处 适之时也 因夫更设之 终不能 夫日 时矣 一个主词 统设了那么多动词 一直下去 就一句话 一个sentence 后来那个 那个汉学家 叫做Robert 什么人 他后来教过东京大学的 他是很好的汉学家 他把他翻 翻出三句话来 三句句子来 里面的主词出现了六七次 然后这个 这个代名词一大堆 it也出来了很多 因为这个剑 要讲他 就啰嗦得不得了 好 还有尽量争取时间 还有问题吗 那边 谢谢 余教授您好 我是中大的学生 然后我当时在中大的校使馆里 看过一段您的录像 然后当时对一句话记忆犹深 就是说 原句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印象里是 您说生活是忙碌的 但文学是闲出来的 就是那个闲 闲事的闲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 您对这句话的具体解释是什么 还有您对当今的文学是怎么看的 因为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很难真正闲下来的时代 甚至是一种耻闲的文化 就是人就应该忙碌 尤其在大城市 我就觉得好像争风夺妙的生活 就是争风夺妙的生存才是现在人追求的 然后我就想问问您对这句话的具体的解释是什么 可以吗 谢谢 你说我说过一句话 你记不得有一句话是不是 他说你说科学是忙出来的 哦 是是是 对对对 这种话我讲了很多 因为台湾的那个手机啊 叫做那个Mobile phone 台湾叫做台湾大哥大 那么一年六年 我帮他们做决审委员 评审什么呢 就是那个用手机来播简讯 不得超过七十个字 当然字越少越好 那么我没有用手机 我滥鱼冲述 他们拉我去做决审委员 我觉得蛮有趣的 比如有一年第一名的七万块台币 他就用了七个字 一字一万金 他说爸爸 母亲节快乐 什么意思呢 这是单亲的家庭 附带母子 里面有个心酸的故事在里面 今天是母亲节 所以我只有爸爸可以来感谢 那么有一年 把马英九选出来了 结果就有一个简讯 播给马英九 就说马总统 我们已经为你找到新的工作了 现在轮到你为我们找新的工作 这都很有趣 那么同时呢 大哥大就要我来 我们这些评审委员来示范 就是你们会评审 你们会不会做啊 你们直接播一个简讯来 来给我们看看 所以我播了很多简讯 我播了一个 后来就说 你要不许他要回答 又问答的 那我播了一个 那我播了一个意思说 科技是盲出来的 文化是弦出来的 这个弦不是偷懒的 而是从容不迫 游心太弦那种弦法 那么我又说这个 科技催未来快来 文化求过去慢走 然后呢 又有一次 我问他们怎么写呢 我说 男朋友对女朋友说 别再买LV了 LV不过是L-O-V-E的一半 还有一次呢 我为他们逆了一个问答 就问上帝说 你收不收简讯啊 上帝说收啊 收什么简讯呢 祷告啊 对不对 然后又问上帝说 你播不不简讯呢 上帝说我也播啊 你播什么简讯呢 我闪电啊 所以这个简讯 也可以刺激我们的想象力 也不错 非常精彩 各位还有什么 其他的问题没有 那一位 谢谢 谢谢于教授 你的今天的演讲 你讲诗以外 还给我们看了好多的话 很漂亮 我的问题是有关 你在这个小册子里头 地 哀的那一段 你说 就是 宋代以后 山水化 水墨化 增增地 代替了 室的正宗 的正统的地位 那么 我想知道之后 南宋的田园诗的发展 是怎么样 就是 如果你说 画室已经代替了 它帮助 它在田园的抒情里头 那么 那之后 我们的田园诗里的看法 是怎么样 还有 在西方里头 有没有出现 这样子的现象 谢谢 我并没有说取代 只是那个主流 就偏过去了 并没有 并没有直接的取代 并没有说 这个宋以后 就没有田园诗了 我刚才没有提到 陆游的名字 陆游 不过我们一提到它呢 它总是要 这个老夫 游看绝大墨 朱军和志 西新亭 或者 赛上长城空秩序 郡中衰严 已先搬 他 王室北京中元日 什么什么 家计王高难 是一个爱国的 一直要收夫师徒的 这么一个诗 可是他晚年 他也写过很多田园背景的诗 什么 三重水浮 遗乌露 柳暗花明 有一村 之类的诗 他也写过不少 并不是只有一种风格 那么至于这个杨万里 范城 杨万里 我举了一些例子 新奇迹也有 这个范城大 也有不少好的田园诗 所以一个范城大 一个阳万里 南宋两个很好的 一个田园诗 不过宋诗 比较欢喜讲道理一点 比唐诗有邪趣 也比唐诗有礼趣 唐诗是有情趣 是有韵味 当然 宋的才子 宋代的天才 就不能重复唐代 所以另辟一条路 这个前宗数月为宋诗 变火火 还有问题吗 后面那一位 余光仲 教授您好 我们都知道 就是在座 可能很多人 都是独您的乡愁 成长起来的 那不知道 您这几年 还有没有回过故乡呢 之前有一次在看 电视节目上 对您的采访 就是说 您很多年前 再一次回福建的时候 就是对家乡 很多的感受 都已经变化了 因为家乡发展起来了 很多地方都已经找不到了 儿时的记忆也变化了 所以我想问一下 就是您现在 对故乡的发展 还有对回国的这种感觉 曾经的这种乡愁 还在不在 谢谢 对 这个乡愁这首诗呢 因为大陆 纳入这个 这个语文教科书 在家中央电视台也常常 朗诵呢 或者有人来普取 我所知道的 普取的人 至少超过二十个人 那么大陆也常常朗诵 不过那些朗诵家呢 误会了我的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我自己就觉得 那首诗小时候 长大后 后来而现在 是带点淡淡的哀愁 里面并没有什么 感情的字眼 小时候 乡愁是因为小小的邮票 这是单纯的叙事嘛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我又没有说 妈妈啊 我好想你哦 没有 没有 所以是 蛮平时的 有点淡淡的哀愁 有点像童话 这样子 可是有人朗诵起来呢 声泪俱下 痛不欲生 到了凄厉的程度 这个不是我原来的意思 并没有这个意思 然后呢 从上个世纪 1992年起 到现在 二十二三年 我回大陆 已经有五六十次了 所以人家还问我乡愁何在 我有两个答复 一个呢 就是我这么多次回乡 不好意思说乡愁了 我就该写还乡的诗 这样子 所以我写什么中山林啊 写我到大连啊 写我到南京啊 什么什么 这些都是还乡的诗 另外一方面呢 乡愁是 也很难 解掉 因为你 因为这个乡愁啊 不是同乡会的乡愁 也不是 也不是好吃者的乡愁 回到过乡 吃到那道菜了 大块抖 不是的 你的 你的同辈的人都不在了 蒙前那棵树没有了 或者怎么样 你的老师找不到了 诸如此类 所以有历史的乡愁 有文化的乡愁 乡愁有时间的一面 才是立体的乡愁 那所以呢 也是解不掉的 永远解不掉的 我最近才在台湾 收到一封信 告诉我 他的爸爸去世 他的爸爸就是我中学的老师 天人勇格 那这也是一种乡愁 所以我后来写古人 我写李白拉 写去源 我写过九首诗 写李白也写过很多诗 写杜甫 写程志 写很多人 这也是一种婉转的乡愁 写古人 写古物 我写白玉苦瓜 我写橄榄的河州 故宫里面的东西 我也写过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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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春山居图 这些东西 所以乡愁可以大 可以加上时间的 成分在里面 可是大陆的媒体呢 一报道我 就是乡愁诗人又回来了 所以这个乡愁这个东西呢 就像我的名片 这个名片大的 把我的脸遮住了 我觉得我也不太甘心 我刚才不讲 我写了很多 写了很多这个环保的事 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刚才那位先生 很多谢余教授 我是讲过 第二个关节呢 就讲这个 国语的 就现在叫我讲普通话呢 我的普通话有一些胡人的口音 讲出来呢 好像一块块那样的 没有问题 讲过广东话 我记得 有时候那些人说 我们是汉人 汉人学识胡人语 走上盛头骂汉人 就是这些 就是形容这些普通话了 金教授 麻烦你翻译一下 我想我们中国的田园书 《诗中有话》 《话中有诗》 等一下 我可不可以看见您再来接受 你 是吗 你带帽子的那一位 这一位 好的 好的 就是我们中国的田园书 是《诗中有话》 《话中有诗》的 就从您的角度来看 或者从我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田园书 是比西方的田园书 是高一筹的 你的看法是怎么样呢 谢谢 他说这个《诗中有话》 是高与丑 他认为中国的田园书 比西方的高与丑 因为《诗中有话》 《话中有诗》 我并没有说 西方的田园书 没有一个写意 没有写景的 也有的 也是有的 不过我的了解是 西方把一切荣耀归于主 造化的雄奇伟大 秀丽 这些都是主的创造 所谓那个Creation 就是God's Creation 我们这些人 就是God's Creatures We are God's Plenty 所以并不是没有画面 画面多得很 西方人不是不会形容风景 美景 不是的 而是因为他们把一切荣耀归于主 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而是我们的诗人或者画家 像文人画里所画的 里面就算一个人也没有 我们就是里面还是有个主宰在里面 那就是造化 我们讲天 我们讲地 我们并没有一个神明在那边代表一切 我并没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好的 那么今天的时间刚好 现在已经是八点了 谢谢各位光临 谢谢 谢谢 谢谢佑教授 还有金教授 谢谢佑教授 现在我们有请新亚书院院长黄乃仲教授 代表我们向金教授致送纪念饼 对不起 很抱歉 我再讲几句话 就是我还有一场 我这次来有三场 今天是第二场 那么三月六号的下午 四点钟又回到新亚书院去 有一个朗诵会 那么香港有几位诗人也要陪我朗诵 我在那个场合会讲一讲 诗的朗诵要注意哪几点 短短的介绍 然后我也会朗诵自己的诗 不过不一定是抒情诗 往往是一些深邃搞笑的诗 我帮你会笑 然后我也会朗诵一些英文的诗 以及我翻译这首英文的诗等等 我大概会朗诵八九首 大家有空希望光临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